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则中华小故事 叫做千里送鹅毛 那么小朋友听到了 可能都会产生疑问 走那么远 去送鹅毛是什么意思呢 要干嘛呢 在这儿千里送鹅毛 常常跟另外一句话搭配着使用 就叫做千里送鹅毛 理清情义重 解释就是说 比喻礼物虽然的微薄 但是却蕴含着深厚的情义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话说在这个唐朝的贞观年间 在西域有一个国家叫做回湖 这个回湖国是大唐的藩国 也就是咱们说的藩邦 就是小国家 他要向这个唐朝来进贡 一次呢 回湖国为了表示自己对大唐的这个友好 就派使者 这个使者的名字呢 叫做缅伯高 派使者缅伯高 带了一批珍贵的这个奇珍异宝 去拜见唐朝的国王 那么在这批贡品里啊 有最珍贵的一样 最珍贵的呢 就是一只非常罕见的真琴 也就是白天鹅 那么缅伯高最担心的 也就是这只白天鹅了 因为别的奇珍异宝 都是这个 都不是活物 但是这个白天鹅啊 它是活的 这万一在路上 有个三长两短 就没有办法向国王交代 所以呢 这一路上 缅伯高啊 亲自喂水喂食 一刻都不敢怠慢 这一天呢 缅伯高他们一行人 来到了缅阳河边 到了河边啊 这个白天鹅就非常的兴奋 毕竟路途遥远 只见白天鹅呢 伸长了脖子 张着嘴巴 吃力地喘息着 缅伯高心中啊 就有点不老人 于是呢 它就打开笼子 把这个白天鹅带到水边 让天鹅喝了个痛快 还洗个澡 这个天鹅就非常的开心了 谁知道啊 这白天鹅喝足了水 合径一扇翅膀 噗啦啦一声 就飞到天上去了 缅伯高往前一扑 只捡到了几根羽毛 但是却没有抓住白天鹅 眼睁睁地看着它 飞得无影无踪了 一时间啊 这缅伯高捧着几根 雪白的鹅毛 直愣愣地发呆 脑子里来来回回都想着一个问题 这怎么办呢 去进贡吗 拿什么东西去见唐太宗呢 可是回去又怎么向回湖国王解释呢 哎呀 来来来回回思前想后 最后缅伯高决定继续东行 他拿出了一块洁白的绸子 小心翼翼地把这几根鹅毛包好 并在这筹子上提了一首诗 诗是这么写的 天鹅共唐朝 山崇路更遥 缅阳和尸宝 回湖情难抛 上奉唐天子 请罪缅伯高 勿轻仁义重 千里送鹅毛 那么缅伯高啊 就带着这珠宝和这几根鹅毛 披心带跃 不辞劳苦 终于是赶到了长安城 那么唐太宗呢 接见了缅伯高 这缅伯高献上了鹅毛 唐太宗又看了这首诗 听了缅伯高的诉说 非但没有怪罪他 反而觉得缅伯高这个人 忠诚老实 不如使命 还重重地赏赐了他 于是就有了 千里送鹅毛 理清情义重 这么一个说法 不知道小朋友们 有没有记住 今天的诗词和小故事呢 那么以上啊 就是今天的诗词大世界 诗词小课堂 中华大世界 读诗词讲故事 给孩子们一个 有诗有梦的童年 今天的诗词大世界 就到这里了 我是陈峰 咱们下期见了 欢迎来到诗词大世界的这个环节 这个环节的名字叫做 人人来被诗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个 带着小礼帽的 特别帅的小嘉宾 我问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Apollo Apollo 这么小亮的名字啊 你中文名字有吗 有 我也知道 你告诉我你叫什么 Apollo 你叫Apollo 其实这个Apollo的中文名字叫 波罗 特别可爱的一个名字 那你今年几岁了 前二十 几年 你给我比一比 几岁 这是几啊 三岁 想一想 三岁 这是三岁 然后再加一个 就是 四岁了 是不是 对不对 Apollo 我问问你啊 你平时喜欢干什么 喜欢玩吗 喜欢玩什么 我喜欢玩 踢踢踢 什么 踢踢踢 这个爸爸妈妈可能能听懂啊 需要给翻译一下 然后比如说和爸爸喜欢玩游戏吗 喜欢和哥哥玩游戏吗 不喜欢啊 那你喜欢和哥哥干什么 想一想 跳舞 可以一块扭吗 可以啊 那我们今天背的这首诗啊 叫做梁州词二首 是其中的一首 这个Apollo其实已经背下来了 是不是 我给你开头啊 你试一试 我们这首诗的一开头就说到了 黄河 黄河两家八一天 一片歌曲 万人山 万人山 枪 当你出现的游戏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太棒了 你这个背下来是这个 这个喜不希望比如说我给你点什么奖励啊 就喜欢吃什么东西吗 我问问你 我喜欢吃米饭 喜欢吃米饭 你喜欢吃米饭呢 你喜不喜欢吃巧克力 我知道其实妈妈给这个这个鼓励的安慰啊 说要是背吃背好的 一会儿可以吃巧克力 是不是 好的 那恭喜你今天这个顺利过关 背吃背的特别棒 一会儿说不定有好的鼓励 是不是 对 对 好的 我们最后跟大家啊 跟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 还有哥哥爸爸妈妈 说一句 再见 拜拜 喝回首 拜拜 拜拜